台湾4G上路刚满两个月 有人说呢 很多地方 这网速也没有很快啊 还有人批评 台湾4G其实早就输在起跑点 因为上路太慢了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主委石世豪昨天就说 如果这个三年前就试照的话 那么消费者未必能够享受 物美价廉的服务 好 那么未来呢 现在预计在9月份 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 20这个4G的覆盖率 到时候就会高达9成了 那么像现在 这个网速太慢的问题 就不会再困扰没中 总统马英九29日出席 4G大未来高峰会时表示 4G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 政府也将积极开放更多频宽 提供行动通讯使用 马英九也喊出 4G人口覆盖率达90% 用户达到千万人以上的目标 希望能在他卸任前提前完成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 加速行动宽频服务 及产业发展方案 期望在民国106年以前 达到4G人口覆盖率达90%的目标 用户能够达到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 并且提供丰富 已经创新的数位内容 服务建立4G先进商业的模式 并建构智慧宽频应用的程式 所以106年 不过我们希望能够稍微早一点 在我卸任之前最好能够做到 经济日报社长黄素娟也呼吁 台湾的4G建设进程已经落后国际太多 不管是政府或业者都应加紧脚步 才能增加国际竞争力 从工作到生活到消费到娱乐 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 4G产业包括通信服务产业 还有应用服务产业 都是非常庞大的 非常规模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台湾也要赶紧的 跟上脚步 跟上国际的这个趋势 让我们民生的福祉可以更好 同时让我们的产业竞争力 能够更强 随着4G开台满两个月 台湾的4G用户数 已经突破30万人 电信验者的目标 是今年底达到150万人 UDN TV中西陈渊威台北报导